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底妝 跟我之前那支分享底妝视频很不一样 因为我几乎是除了一样之外,其他底妝产品都有更新 然后首先从我按新旧来讲好了 然后首先我现在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支是这个 像那儿的水样粉底,好像是中文叫这个 然后名字是这个 然后色号在平底,找得到 然后商标在上面 这款用之前要咬咬,然后 用在我手上比较白,因为我手比较黑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一块有个很明显的血管 然后就是色调明显变淡 对,效果就是这样 这一款我在相当多视频里用过它 然后我之前那支粉底视频里面 就是底妝视频里面也有介绍过它 它是那种比较,比较锁水型的粉底 比起保湿它是相对比较能锁住皮肤上的水分 然后完妆的效果很好 然后不太容易脱妆 网上现在尤其是在YouTube上 我是在YouTube上看到一网友分享它 然后接二连三的很多我关注的人都开始用 就是这款粉底 然后都有很好的评价 所以我也去买了这款粉底 用在我自己身上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它有15倍的防晒 所以防晒指数比起BB霜 防晒指数稍微偏低 不过秋天跟冬天用的话防晒指数也够 然后夏天的话最好是打底 就是在用它之前打底 是用一些防晒指数比较高的那些打底霜的话 配合起来效果就比较好 然后我之前有一支视频 是我的日常底妆的视频 然后用的是爱丽小屋的那个42倍的打底霜 和它配合着用 然后效果就很好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支是BB霜 然后这支BB霜 就是Skin 99的BB霜 它在 我觉得它已经在网上红了有一段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了 然后我也是看大家都说比较好用 是真的是 嗯 比较怎么说 效果比较出类拔萃的一款BB霜 所以我买来用一用 然后相对我用它的效果就是 春天 因为是冬天的时候买的嘛 所以春天用的时候效果就更好 因为春天的时候皮肤太干 所以我用它的话会有比较滋润的效果 然后也会比较调和我的整体的肤色吧 然后是这个BB霜 我自都让我磨掉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带着它来回走 然后跟其他东西相磨的时候 直接磨掉 其实在实际上看起来要比 那个粉底霜的颜色要灰一点 偏灰色 然后比较滋润的效果 夏天用它的话就比较爱脱妆 就是比如说白天用它的话 我需要一天大概补两次妆左右 就是要去油 然后再上一次粉 然后才能定妆 然后用它的时候 我一般是想比较 我的妆比较薄的时候 就是妆比较淡的时候 就是一般大家讲那个 韩式裸妆的时候 就用BB霜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比起前面这款粉底 它来的要相对薄一点 然后遮瑕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两款遮瑕 用在我脸上差不多 因为我脸上有斑嘛 而且痘疤也很多 所以遮瑕效果 怎么说 用在我脸上就是 可以测试它的遮瑕效果 到底有多好 所以我觉得这款遮瑕效果 还算OK 还是要配合这遮瑕膏来用 不过它均衡 对我来讲均衡肤色效果 很OK 然后再接下来一款 是这个Dior的Forever这款粉底液 然后我的色号是011 就是比较白偏白的那个粉底 我一般粉底都会选 比较偏白的颜色 因为我本身的皮肤比较黄 然后就是实际上看起来 没有视频中看起来这么亮 就是相对比较暗一点的肤色 然后所以我选粉底的时候 比较喜欢选偏白一点的颜色 能均衡我本身的肤色 然后又能盖住 就是比较能遮住我 就是血丝的颜色的那些粉底 所以这款是我在 来韩国之前在免税店买的 然后这款主要是我想 因为用过它之后 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在别的牌子里找一些 就是相对效果比较相似的效果的粉底 然后可以就是再尝试一些新的款式 所以我就选了它 这一款名字就是Forever这个名字 对然后艾薯的防晒 色号贴在瓶身的后面 然后这边有成分 还有使用前摇摇这种标识 对然后它也是要用前摇一摇 在这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两个遮毛孔的效果 其实都OK 但是相对香奈儿的那一款 遮毛孔的效果更好 对这款反光的效果就是比较强 这边 给我的感觉是跟这一款粉底液效果差不多 不过这一款Dior这一款Forever这个可能持妆的效果会更好 然后我一般用它之后再用就是比如说用定妆的那个喷雾定妆 或者是用粉饼定妆之后 几乎一天下来不用怎么补妆 除非说我真的是出油搓太过或者是出汗搓太多的话 我就需要先去一次油 然后再重新补一次粉 不过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只在室内活动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补妆的 如果用它的话 然后这款而且它还有25倍的防晒 是跟这个BB霜是防晒指数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防晒效果要比这款来得好 所以相对的它可能用过之后 会让你的脸反光的效果会更强一点 因为防晒它本身可能还有美白的成分 所以会让你的脸上感觉看起来比较有光 然后反正我用它的效果是还OK 然后接下来一款也是BB霜 然后这款是从我姐那里抢来的吧 它给我的 然后这款BB霜是Bobbi Brown BB Cream 35倍防晒的这款 我很喜欢它的包装 因为它很细 然后携带起来很方便 然后携带起来很方便 可是量又很足 一共是40毫升 然后色号是这个 然后它就是相对于颜色 比前面那三款颜色来得要深一点 是比较贴近自然肤色的 对 就和我手的肤色比较贴 然后遮毛孔的空力也是最好的 在这里一小块 不过它的 那个完成妆以后的那个效果就是 比较接近于粉底 然后可能遮瑕力 遮瑕力要比这款 香奈儿的这款粉底 遮瑕力要来得好 然后它比较有 怎么说可以 比如说脸上有一块肤色比较暗 或者是有痘疤的话 或者是黑眼圈的地方 可以多上几次 然后起到一个遮瑕的效果 我觉得它可能真的是像 网上说的那种效果 就是完美抵妆 用它的话白天要大概补一次妆 就是下午的时候要去油 然后补一次妆 所以我最近用它的时候 就是用量比较少 大概就是用在比较干的地方 然后我这些比较油的地方 就是可能会稍微上一点 那个遮瑕棒 然后稍微遮一遮 比如说痘疤或者要遮的地方 对 然后它的效果 反正是如果说春天和秋天 比较干性的季节用的话 效果应该会比夏天用的效果更好 然后再来最后一款是 这个奥培的气垫粉底 防水 气垫粉底 它叫 中文叫易博 然后 这一款是我在之前 两三支视频里都有提到过的 一款底妆产品 然后它也是 好像是新出的吧 所以 我之前 我这两天在淘宝上看的时候 淘宝上也有开始卖这款粉底液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然后也有卖家在卖小样 所以 大家可以先买小样来试一试 我觉得它的效果就是 怎么说 虽然你占它的时候 效果会 嗯 效果会 就是比较液体 可是 涂在脸上之后 它干的比较快 所以要很快的把它推开 或者是 就是 一块一块来涂 不过相对于它的缺点 就是 在一块一块涂的时候 你可能会 因为 就是要比较感激的关系 每个部位可能掌握不好亮 所以 会有一块暗 或者一块白的效果 然后 用它的时候 千万掌握好那个量 然后它 唯一让我特别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有50倍的防晒 然后PA指数三个加号 这款 然后21毫 可以看出来它有50倍的防晒 这种气垫型的 像是那种 毛孔比较大的海绵 然后 它那个产品就吸在海绵里面 要这样站出来 对 又这样 然后 在这 然后遮毛孔的效果就一般 然后干的速度比较快 我建议在用这些防晒指数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 就是连脖子一起 要上一些 比如说美白的 比较有 美白成分比较高一点的防晒 或者是 铺一点粉 或者是干脆 我会把这个 脸颊布和脖子都用修颜粉 就是 盖 扫一遍 然后效果会比较自然 如果干用它 端用它的话 真的脸会太白 然后 嗯 它 比起 我这个 跟它相对来比的话 它是干的比较快 然后 遮瑕效果的话 我觉得就 还好 遮瑕效果 我觉得 它可能稍微更上一筹吧 我觉得 油性的朋友用它的话 可以 就是不用 那个 粉饼定妆 如果说 干性的朋友的话 可以 要配合一些比较 相对于滋润一点的面霜来用 像我会比较好 对 然后 这就是我现在的底妆 可能 比起 对 反正 我用过的底妆 真的是挺多的 尤其是BB霜 从Skin Food到The Face Shop 然后 韩装 还有爱丽小屋 这几个牌子的BB霜 我几乎全都用过 然后 之前在那支视频里 也有介绍到 其他几款不同的底妆产品 然后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重新 什么说 看一下之前那个 就是 之前那支底妆分享视频 不过那支视频 因为也是用 手机录的嘛 可能效果 没有这支这么清晰 但是 我觉得多多少少 还是可能会 怎么说帮助到大家吧 然后 今天就是这样 希望这支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 好的 产品 可以拿出来分享的话 可以在微博跟 土豆留言给我 接下来会有几支彩妆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 因为 有几个朋友留言给我 也是 怎么说 建议我画一些韩妆 就是韩剧女主角的那个 就是 妆容 然后 我也很希望可以 尽快分享给大家吧 然后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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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